家住北京朝阳区的刘阿姨和老伴杨大叔 两人都已退休 平时夫妇两人爱锻炼 经常参加社区的健身活动 刘阿姨温柔体贴 杨大叔耿直热心 一辈子夫妻俩连脸都没有红过 俗话说 少年夫妻老来伴 在外人眼中 他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可是自从2014年3月份 夫妻俩之间就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杨大叔觉得刘阿姨不像以前那么贤惠了 而且还时不时地在监督她 终于在一次吃饭时 夫妻俩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 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从我们两夫妻老两口吧 从解封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 从来就没有红过脸 也没有炒过家 昨天她就为这个鸡蛋黄 我两个就哄点了 原来他们之间的争吵 是因为一个小小的蛋黄 可是这普通的蛋黄 怎么会让夫妻俩人反目呢 事情要从2014年3月说起 当时他们夫妻俩参加了社区的体检 结果刘阿姨身体健康各项指标都正常 而杨大叔提前发现血脂过高 医生建议她注意饮食加强锻炼 鸡蛋黄了 是 一定要注意饮食方便 从那以后刘阿姨就特别注意饮食 以前每天早饭都是两杯牛奶 两个鸡蛋 可从那天起 夫妻俩多年早餐吃鸡蛋的习惯 就被改变了 以往老两口都是蛋黄蛋白一起吃 现在刘阿姨不吃蛋黄 只吃蛋白 而且她还不让杨大叔吃蛋黄 一开始杨大叔还是接受的 可是每次看到被浪费的蛋黄 杨大叔就觉得可惜 于是她便在吃饭时 趁刘阿姨不注意 偷偷地把蛋黄吃掉 终于这事让刘阿姨发现了 诶 蛋黄呢 不要你听天吃 不知道啊 哪去了 吃掉了 我不要你吃鸡蛋黄 你偏要吃鸡蛋黄 吃一个鸡蛋不要紧 为此夫妻俩展开了一场口水战 一个说不能吃 一个说能吃 为此争吵的不可开轿 结果夫妻间的感情却受伤了 她有高血脂 吃了鸡蛋黄以后血脂更高了 我就不让她吃鸡蛋黄 她还偷着去吃 我就用这跟她老生气 那么就蛋黄到底是该吃不该吃呢 刘阿姨认为蛋黄是罪魁祸首 会增加胆固醇 容易导致高血脂不利健康 而杨大叔认为 蛋黄营养丰富 没那么严重 自己吃了一辈子 怎么会导致不健康呢 那么他们两个 谁到底有理呢 在咨询专家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 为此 我们的记者制作了一个展板 让参与者通过投票的方式 表明自己的观点 我来到了社区的活动中心 一会儿我会带着这个问题 请这里的阿姨们来投票 看看他们会如何选择 带着问题 我们的记者走进了 社区的活动中心 今天我带了一个问题 想请各位阿姨 针对展板上这个问题 说说您自个儿的看法 针对您支持的观点进行投票 吃蛋黄会不会是胆固醇增高呢 您觉得会还是不会啊 会啊 应该会吧 少吃不会 在说明难以之后 阿姨们很快回了上来 并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每个人都参与了投票 记者发现大家的观点都各不相同 但大多数阿姨都认为 吃蛋黄会是胆固醇增高 这又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来听听阿姨的说法 因为蛋黄嘛 它主要就是胆固醇嘛 吃了以后肯定会增高的 我觉得吧 吃这个鸡蛋嘛 你要因人而异 如果你胆固醇高 你就少吃一点 少吃点不会增加的 如果你呢 胆固醇不高 适当地吃个两三个什么 应该没问题 投票结果一目了然 大部分人都觉得吃蛋黄会增加胆固醇 这和刘阿姨的想法一致 但这样的观点真的正确吗 记者随后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 该校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 副教授范志宏 为我们做出了解答 那可以这么讲 你不吃这个胆固醇 照样有可能胆固醇高 因为我们见到很多素食主义者 他真的是鸡蛋也不吃 牛奶也不吃 鱼也不吃 肉也不吃 醇素 照样高胆固醇 那你说怎么回事 他还要怎么降低啊 是不是 这是他代谢出了问题 不是因为他吃蛋黄 或不吃蛋黄带来的问题 蛋黄营养成分高 却被人误解 吃了对身体不利 专家澄清蛋黄的偏见 教您怎样吃鸡蛋 更领养 根据专家的说法 胆固醇的增高 与吃不吃蛋黄 没有直接关系 这个结论 让我们大吃一惊 但新的疑问又产生了 据了解 如果摄入过多的胆固醇 会引发关心病等 心血管疾病的危险 众所周知 蛋黄中胆固醇的含量很高 怎么会吃了胆固醇 却不增加呢 胆固醇里不是有好胆固醇 和坏胆固醇之分吗 那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 它是帮助我们清除血管里边的 这些多余胆固醇的 它是好胆固醇 是吧 那么研究发现呢 吃了蛋黄以后 好胆固醇跟坏胆固醇的比例 没有发生任何不良变化 甚至有一些实验人认为 好胆固醇好像还多了一些 然后再检测一下这个坏胆固醇 看它本身又有什么变化 坏胆固醇呢 它也有什么粒大的 粒小的 容易粘到血管壁上 引起动脉硬化的 不容易引起动脉硬化的 那发现吃鸡蛋黄 吃的多的这种 吃两三个蛋黄这些人 他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那个坏的胆固醇 变得不太容易粘在血管壁上 原来蛋黄中的胆固醇 分为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 顾名思义 好的胆固醇 当然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 而吃蛋黄 不但不会使坏胆固醇的比例增加 还有可能会增加身体中 好胆固醇的含量 可谓有益无弊 而且蛋黄对我们人体的好处 不止这些 它甚至还有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和维持肝脏健康的作用 蛋黄里边除了蛋白质之外 还有大量的卵磷芝和其他的各种磷芝 磷芝本身是有一定调节血脂的作用 所以我就说蛋黄里边 有升高胆固醇的这个胆固醇这个物质 还有降低胆固醇的这个磷芝类的物质 然后还有帮助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成分 还有就是蛋黄里边那个黄色 它主要是叶黄素和玉米黄素 这个对于预防心脏病也是有好处的 里面还有甜菜碱 它对于血脂和肝脏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也就是说鸡蛋里的所有保健成分实际上都在蛋黄里 而蛋清里没有 因此大家在吃鸡蛋的时候完全可以不丢鸡蛋黄 这不仅浪费了食物同时还丢掉了鸡蛋中最有利于身体健康部分得不偿吃 那么现在我们吃鸡蛋是不是就可以多多益善呢 鸡蛋每天吃一个就可以 有些人说吃两个行不行 可以 如果你比较年轻 而且你吃的鱼啊肉啊比较少的话 比如说一些淡奶素的人 他没有鱼肉 如果他不多吃一点鸡蛋和豆制品的话 他会发生蛋白质的不足 所以这种情况下吃两个其实也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对于中老年人而言 如果他有鱼有肉有奶 我们认为他吃一个蛋已经是足够了 因此对于普通人来说 每天吃一整个鸡蛋硬会食感过程增高 对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不过在这里专家特意提醒患有糖尿病的这类人群 对于鸡蛋的食物量 糖尿病人要比普通人少一些 才不会危害到健康 如果有糖尿病的话 一星期不超过四个 也就是两天吃一个蛋黄就可以了 因为调查发现呢 糖尿病人好像对这个蛋黄的敏感度 要比一般人要高 所以为了他们这个 为了他们的健康 提议还是保守一点 稍微少吃一些 鸡蛋虽好 但怎么吃才是最正确的呢 为了更好地保留鸡蛋中的营养成分 专家建议采取整煮的方式 尽量少用油煎爆炒等 破坏鸡蛋中的营养成分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就是整煮 因为整煮的时候 一层一层包裹非常严 所以蛋黄里边的那个党固醇 是不会氧化的 里边那些维生素保留率也非常之高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给打开以后 它就会接触到氧气 所以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点氧化 这个党固醇在没氧化的时候 还不是很可怕 氧化完了以后 对我们的血管的损伤 这个危险就会比较大了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少用这种热油大量油炒的方式 都用一些像蒸蛋羹啊 蒸煮完了拌沙拉呀 还有像什么一个水泼蛋 就不要把那个蛋黄露出来 还是用蛋白包着它 保护着它这种状况去吃 这都是比较有利于健康的 由此看来 吃蛋黄会增加胆固醇并无科学依据 吃鸡蛋扔蛋黄的做法 也是不可取的 大家不必弹黄色面 只要控制好鸡蛋的食物量 选择最佳的烘热方式 每个人都可以享用它 让鸡蛋为你的健康 保驾护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